Hello 大家好 你聽的是和理漢天下 這一集要繼續和大家跟進 花旗角更換話事人的事 熟悉我們的網友應該知道 近來我們如果一講到花旗角更換領導人 這個過程裏面有人出鼓 那你收聽現在這個影片播放平台 就有很可能會刪除我們的影片 於是我們被迫用很多代號 其實今天很多重要的事發生了 我都會將這些事放在中段那裡講的 因為如果放在前段講 很可能這條片又會被人剷走 不剷走他不推播我們的影片 結果都沒有什麼人收聽到 都是很可惜的 進入正式的話題 今天很重要的消息之一 就是司法部長巴爾就決定不做了 巴爾決定在23號就會離職 這個大家都不意外的 巴爾離職就由副司法部長羅森 去代理司法部長 關於羅森又有什麼特別呢 羅森在八月的時候曾經在一個 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那裡發表演說 他特別提到現任的 話事人阿當勞 在2018年簽署了一個 1384行政命令 1384行政命令裡面有幾個重要的要點 其中之一包括了在選舉45日內 即是12月18號 今年的12月18號 情報總監要提交一份正式的評估報告 要報告下有沒有外國勢力干預選舉 是不是有人充當外國的代理人 之為一 第二 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 接了情報總監的報告之後的45日之內 即是2021年2月1號 就要提交一份正式的評估報告 好了羅心在8月的演講那裡說 外國介入有三個大的特徵 第一包括了 很強的隱蔽性 即是他做了你不多覺的 第二 腐敗性 即是他要故意破壞你的制度的 第三 有威逼性 即是不讓你隨便講話 用不同的形式去威逼你 就正如我們現在講話那樣 都要用那麼多的代名詞 器慾要放在中間才放 是避免了一些AI scan我們的內容 這樣的情形 羅心在8月的演說裡面特別提到 某一個強國 大家知道我說哪一個 是一直有捐款 通過中間人影響選舉的 這樣 是證明羅心 肯定是知道外國介入選舉 而且他也有充足的警覺性的 但是大家也對他 不要期望太高 因為之前 巴爾 都被視為 特朗普的戰友來的 但結果是怎樣呢 就很明顯 他是膚險特朗普 浪費了特朗普團隊的大量 寶貴的黃金時間 結果令到現在 司法部什麼都沒有做過 所以 羅心 現在接任 是不是可以踢得動 司法部裡面的官僚呢 大家不要忘記 司法部裡面 有大量的官僚 一心想整死特朗普 這些 反特朗普的勢力 究竟 是不是 仍然可以發揮他的作用呢 都很難說 羅心 可不可以踢得動 他們呢 實在都未可以預料 大家想想 如果特朗普一旦連任 一定會徹查 在華盛頓各個政府部門 而這些政府部門 當然包括了司法部裡面的人 為了自己生存 為了不用坐牢 大批這些官僚公務員 肯定會全力抵抗 所以羅心接任之後 他也有可能是 證令不出辦公室 都不定 跟著 又要和大家報告一些小小的好消息 威斯康辛州的最高法院剛剛裁定 不可以用疫情為理由 免除缺席投票 即我們一般講的郵寄選票 的身份核實 威斯康辛州的法例原本是這樣的 你只可以在 疾病 體藥 和特別高齡的情況下 然後還要自己宣佈自己是 行動受限制者 才可以在缺席投票的時候 無需出事有相片的身份證明 這個大家很容易理解 你如果要說缺席選票 然後你又不出事有相片的身份證明 你要證明你真是體藥多病 或者超級高齡 但現在不是 原來 威斯康辛州大恩縣的官員 在今年三月就發表了一個聲明 如果你申請郵寄選票 你又不提交過 有相片的身份證明也好 不要緊的 照樣批 只要你隨隨便便 自己行動受限制就可以了 即是 盲目批核 預先批核 全部批核 這個做法 剛剛就被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法官 羅根薩克 裁定為 違反法例 法官說 無論怎樣都好 選民是不是可以缺席投票的時候 不提交身份證明呢 是必須個別評估的 是必須個別評估 不可以這樣大批 全部優先批核的 但是現在這個法官的裁決 是不是足以推翻結果 還是只是一個參考 作為日後做事的時候一個參考 現在是未知的 所以也不敢說太樂觀 只能夠說一個 小小的好消息 好了是時候進入棄浴了 在進入棄浴之前 希望大家記得支持 和理漢天下 請你訂閱 點讚 留言分享 記得按鈴鐺 按了鈴鐺我們一有新片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廣告請大家都支持一下我們 提一提 好了今天的棄浴是怎樣呢 原本今天應該是確定每一個州的選舉人的 即是說已經確定了選舉人 確定了之後就知道總統是誰 但今天出現一個異常的現場 情形是怎樣呢 就是除了四個搖擺州之外 還有三個州的選舉人票 出現異常 可能四個搖擺州就是 喬治亞州 威斯康 密茲根 賓夕凡尼亞州 除了四個州之外 另外新的三個州 新墨西哥 內華達 和阿里桑拿 都出現 選舉人的異常現象 原本 無論 每一個州的選舉人 是來自哪個黨都好 總之他們應該是服從 全個州選民投票的結果的 然後他們就決定 誰是總統 好了 全個州選民投票結果 通常是由 州長確認了 所謂全個州選民的選舉結果 所有的選舉人都要服從這個結果 無論你來自共和黨 還是來自民主黨 好了現在 剛才我說的七個州 今天是打破慣例 打破慣例 共和黨的人決定 他們的選舉人票 會投給特朗普 而民主黨當然投給拜登 好了這種情形 不是絕對沒有先例的 在6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先例 當時是民主黨的人 要投票 就堅持要投給金賴迪 即是說不跟那個 原本全州選民投票結果去做的 有了一個先例 而且這個先例 還是民主黨先做的 好了現在川普 共和黨用回這個方法 同樣地這樣做 好了現在得出來的結果 不是說這樣就可以推翻選舉結果 未做到 但是今天 起碼成功地又攔截了 不可以在今天 確定拜登當選了 即是這件事仍然會繼續 抗爭下去 抗爭過程 未停的 而這裏七個州 是牽涉了84張選舉人票 牽涉到84張選舉人票 所以來到這裏簡單說一句 去到1月6號前 仍然有得談 仍然有爭議 即是這件事 未告一段落 接著就是另一個重磅的進展 大家應該記得之前 在密資根州 安特里姆元 法官判定了 說有22部D字頭的計飛仔機器 可能有問題 於是他就說要封傳這些機器 進行法證的檢驗 進行法證的檢驗 今天 法證檢驗的報告出來了 我相信美國主流傳媒都不會點大事報導的 但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講出來 第一這個報告的內容就看到 他說 很明顯的機器 是有人 故意地 令到他出現錯誤 而是造成一些 出鼓劃的結果的 我們不要講過什麼字 因為 可能又被人掃到 我們唯有說 出鼓劃的結果 而這些機器 是故意令到你點票的時候點不到 機器scan的時候點不到 於是就用人手用肉眼 去做即時判斷 但是用人手用肉眼去判票 那些肉眼判票的人又沒有人監察 即是A得票 隨時他可以講做 B得票 還有 這個肉眼判票原來是沒有紀錄的 你是找不到紀錄 根據這個報告的原文 他就說 沒有審計追蹤的方法 即是你跟不上 有多少票是這麼做 現在都跟不到的 之前這個地方的官員就說 所有的東西都只不過是人為錯誤 同機器 及軟件 沒有關係的 好了 今次 法政檢查報告就說 那個機器的錯誤率 是高達68% 錯誤率高達68% 你可以想像到 是多麼嚴重多麼誇張 68%的錯誤率 然後大量的票 是經肉眼去判斷 而肉眼判票又沒有人監察 那些人 沒有人監察之餘 亦都沒有報告 幾多票 是來自肉眼判決的 又不知道 監票的過程又不給共和黨的監票員去看 整個過程現在 發現 確實是這樣 舉一個例 原來在這個區裏面其中一個票站 中央湖區的票站 有1491票 而裏面有1221票是reject的 不行的 然後出來就經肉眼去判決 可想而知 情況是多麼嚴重 這樣也不單止 原來還有一個問題 在投票前的90天 有人修改過軟件 跟著 在投票之後 又有人修改過軟件 這些都是違法的 今次這些機器 一經法證檢驗 馬上問題 無所遁形 好了 究竟這個D字頭 這個計飛仔機器 它怎麼反駁呢 它的反駁就是 有人持續惡意 虛假宣傳 你這樣也行 現在你的技術問題被人質疑 這些是技術問題 那你就由技術問題回答 你現在不回答技術問題 你只是質疑別人的動機 別人的動機當然是這樣的 我當然覺得選舉結果 我不滿意 不接受 覺得不公平有問題 我才去提這些問題 動機當然是這樣的 很清楚的 如果你覺得我動機有問題 你就回答我技術上的東西 是不是 現在人家 提出那麼多技術上的疑問 你不是技術上解釋 我問題的 可以的 為什麼會這樣的 這樣也是對的 就好 現在你不說 你只是說人的動機 現在最慘的 我們一直到這裡 都還很害怕 就是究竟法院 最高法院 會不會繼續 好像之前那樣 繼續用動機去判別 以不問案情 之前很多法院判決都是這樣 只問這個動機 不問案情 如果繼續是這件事 仍然不知道怎麼發展 現在這個D字頭的點票機 還有30個州都用 如果這個州的22部有事的話 其他那些州的點票機器 是不是都應該 做一些法證檢查呢 如果做法證檢驗 用很多時間 那這次 選舉結果又將會怎樣呢 這些大家 拭目以來 來到這裡 想和大家講的有趣的事 今天另一位候選人 他聲稱有8000萬票 他就發表一個公開演說 長達10分鐘的 結果在最高收視的時段 竟然是會有6500人 6500人收睇的 厲害啊 聲稱有8000萬票 但有6500人收睇 我想呢 如果和里漢天下努力點 我們勤力點 應該有可能 都可以達到這個水準的 好了 無論怎樣都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我不長氣沉氣了 但是請大家記得 嘗試分享一下我們的片 因為現在這個 影片播放平台 一講到這個題目 他就基本上 就算不正式封殺都好 都不會推播的 所以我們的片近期 這個題目 明顯是少人看的 而其他題目 又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在這個題目上面 盡可能多些分享出去 希望可以抵消到 這個影片播放平台 對我們的一個暗中的封殺 好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